本期视频主题 丁俊辉贴球防守设障案 特鲁姆普大力解球出奇迹 现场球迷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看台球的冯凤 本期咱们来回顾下丁俊辉与特鲁姆普比赛中那有趣的一幕 丁主任对球队观察了一番后 打进一个四传的准备球 虽然红球近代 但这单还是防守大力进攻 现在白球的位置不理想 丁俊辉选择把母球藏到咖啡球后方 正是因为这次防守才有了接下来有趣的一幕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因为刚才丁俊辉的进攻带散了球堆 现在特鲁姆普想要成功解到红球 还不留机会 恐怕会很困难 我们看看他会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总统在思考了一番后 直接尝试爆肝解球 没想到白球一酷之后 封毫不差的空心入带 如此精准的进球 不知道算不算是大力出奇迹 特鲁姆普在仔细教队白球的位置 裁判看了丁俊辉选择 估计是想遵循下他的意见 克罗姆普仔细斟酌一番后 仍然选择了爆肝解球 白球一酷后又不偏不倚的同心落大 还真是神奇 两次解球都出现了一样的效果 如果再这样下去 可以追上西金斯市井赛上那根解球记录了 连续两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特鲁姆普抓着后脑烧 不好意思的笑了 而座位上的丁俊辉也比较开心 直接示意裁判继续摆回去 第三次 特鲁姆普同样想着大力出奇迹 虽然这次没有吊带 但更加神奇的是 经过带口回弹的白球 满桌子绕了一圈 那么多红球 愣是没看上一颗 解球失败后 留下了进攻机会 丁俊辉当然不会放过 凭借着这次上手 丁主任一杆拿下了胜利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他那行云流水般的进球表演 最终丁俊辉9比4大比分击败特鲁姆普 并且开局一度取得6比0的巨大优势 本场胜利 丁俊辉也算是报了2015年世锦赛 遭特鲁姆普血洗的一箭之仇 有机会来到最终的尾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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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至9分之后 记得到明天的尾部的尾部 again he's under hit that want to leave himself straight on this red to get back to the black it won't be a problem to play up for the pink this is their first meeting since they met at The Crucible in the 2nd round back in the spring winning 13-10 on that occasion 那会有一个重新的一终的运动 那会有一个重新的运动 所以我们会在这一终的运动 如果有什么情况下来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运动 23 我们会在更多的运动 我们会在更多的运动 24 我们会在更多的运动 Pray that one well that's what he played the cannon to the pink found the gap between the Reds beautiful there that should be a frame winner 那是2 58点在前面 39 其实从交手记录来看 丁俊辉与特洛姆普互相上下 两人17次交手 丁俊辉赢8次 特洛姆普赢9次 基本持平 只不过现在特洛姆普正值鼎胜期 而丁俊辉则处于低谷 所以容易给球迷造成一种被略的错觉 作为职业球员 难免会有状态低谷时 被球迷看作神样的奥沙利文 在2009年上海大师赛夺冠后 也曾陷入低谷 长达两年多没有收获排名赛冠军 直到2012年德国大师赛夺冠后 才走出低谷 而作为丁俊辉同期的80后球员 连续多年盘踞世界第一的塞尔比 以及有着稳定先生之称的肖恩莫菲 也同样有过长期的逼迷 因此对于丁俊辉我们还是更应该包容一些 相信一旦渡过低谷期 主任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 当然了 有些球迷认为主任已经数钱数到手抽筋 哪还有心思打球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下期视频 冯冯为大家整理了一份详细数据 让我们来细数下 出道至今丁主任一共赚了多少钱 是不是如大家想象了一样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看台球的冯冯 各位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naturally 好 好 感谢观看